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根筋蔬菜之一 平时都是炒着吃或者是凉拌着吃 口感呢是非常脆爽的 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一个厉害的用处 现在准备一根窝笋 先把它的叶子给折下来 窝笋叶子呢可以煮汤 现在我们先把窝笋头根部这里切掉一点 可以看到马上就流出了这些白色的姜叶 制成姜叶有着很好改善睡眠 宁心精神的作用 现在先把窝笋切成长段 接着只好是用菜头 像这样把窝笋皮削下来一点 如果需要削皮器的话呢 窝笋皮就削得太薄了 现在来看一下用菜刀削的这一层窝笋皮 厚度刚刚好 皮跟这个窝笋肉中间的就是一些白色乳浆 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窝笋皮全部切下好后 装到一个大碗里 加一勺食盐 蒸到入清水 下手抓拌几下 让窝笋皮在食盐里面浸泡10分钟 下手抓拌均匀 这样能够很好的去除窝笋表皮的酥筋和杂质 浸泡10分钟 好东西都是聊到最后的 现在我们先用这个窝笋来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用擦丝器把窝笋擦成细丝 在视频的最后 会用窝笋皮做一道酥顺匀的美食 再往窝笋丝里面撒一勺食盐 搅拌均匀 加匀后腌制5分钟 这样腌出窝笋的水分 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脆爽 腌窝笋的时间来准备一点料头 大蒜 先压扁 然后剁成蒜末 蒜末剁好 装到一个小碟里面备用 再来几个小米椒切碎 切好和蒜末装在一起 5分钟后 窝笋已经腌出了很多水分 而且窝笋变得非常的软 这回往窝笋里面加入凉白开或者是矿泉水 把窝笋来清洗一遍 洗掉盐分 窝笋腌制过后 清洗的时候一定要用凉白开 这样子才符合这个凉白菜的卫生标准 洗干净后 把窝笋这样子拿起来 最干水分 这一步呢 可以洗掉它多余的盐分 在下一步的调味当中呢 味道更加的适可 锅笋洗好后 然后往里面加入刚刚切好的蒜末小米椒 适量的食盐 少许白糖 半勺米醋 一点芝麻香油 这样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就可以装盘食用了 凉包窝笋丝就做好了 吃起来酸酸辣辣的 非常的清爽又开胃 接下来好东西就要登场啦 把窝笋换两遍的清水 清洗干净 洗干净后捞出来 窝笋皮洗干净后切成小块 切好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起锅倒入清水 大火把水煮开 水开后把窝笋倒进来 再加一点可以润喉润肺的这个冰糖 中和一下味道 也能使这个汤的这个作用更加的好 把冰糖煮融化以后 转中火继续煮10分钟 让窝笋皮中的这些白蟹乳姜叶 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水里边 时间到煮好后就可以关火盛出来了 把窝笋汤盛到杯子中 再来几粒口气趁热把口气爆开 一杯非常好喝的窝笋汤就煮好了 加入了冰糖还有枸杞 能够很好的静心火 润心肺 每天睡前喝一杯 有非常好的助睡眠效果 让你在香甜的梦中比较到天亮 想不到窝笋 除了可以拿来做菜吃 它的皮用来煮汤 还有这么好的睡眠效果 有这个失眠困扰的朋友 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 好